不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 应他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 有得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三十八点